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毕竟当事人糊涂,外人怎么劝也没用。 更有那种夫妻俩多年不和睦的,儿子又拎不清是非对错,一味地想稀释宁人,结果导致被欺负的一方更加委屈,难以接受现状。 这种情况下,外人更是无法劝和。 作为儿媳,萧萧不仅没有在公棚矛盾中和稀拟,而是果断选择支持正确的一方。 萧萧和丈夫小正是高中同学兼邻居,两家人彼此比较熟悉,关系也很好。 早在上学的时候,小正家的事就一直被邻居们议论了。 萧萧听说,小正的母亲原本家庭条件很好,父亲没什么钱,当年凭着有嘴滑舌把妻子忽悠来结婚,婚后又对妻子不好,又懒又缠还不求上进。 但是那时候,老一辈人基本上都不会离婚,怕被人议论,所以小正的母亲就一直忍气吞声。 小正家和萧萧家在同一栋楼的同一个楼道里,就住对门,萧萧经常能看到小正的父亲带着一身酒气进出家门,他家还经常传出吵架的声音。 萧萧的母亲感慨地说,哪个女人嫁给那样的男人,这辈子都毁了。 后来,萧萧他们上了大学,离开老家住在学校里,因为两人都在不远的省会城市上学,所以每隔几个月,有假期的时候,两人就会一起结伴回家。 就是因为这样,萧萧和小正关系亲近起来。 小正对萧萧说了很多她父母的事,对萧萧吐苦水,把她母亲形容得很惨。 萧萧一直觉得,小正应该非常心疼她妈妈。 当然,她也不好直接去问小正你支持你爸还是你妈,只是通过她的态度,感觉她应该是知道是非对错的。 所以,萧萧也很同情小正,觉得小正三观应该挺正常。 两人互生好感,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。 但是萧萧的父母对此有些不赞同,尤其是母亲,她很同情小正的母亲,怕小正的父亲将来对儿媳不好。 同时,她也不赞同让女儿掺和到这种混乱的家庭局面中。 萧萧非常自信,她也是年轻心气高。 根本不畏惧这种场面。 萧萧和男友毕业了,工作发展还算顺利,但也就是这时候,小正突然告诉萧萧,我爸突然跟我妈提出要恋爱制。 萧萧听了感到很无语,小正父母这个年纪距离退休也没几年了,以后就能清闲地在家待着,领退休经过晚年生活。 她爸爸这时候提出要恋爱制,无非是想过自由的单身生活。 说白了,就是自私。 后来没过多久,小正的母亲似乎是接受了这局面,她和小正的父亲分居了,直接搬回娘家,她心态似乎也还不错,经常和朋友约着出去玩。 萧萧知道后大笑不止,对准婆婆很是佩服。 有意思的是,准婆婆迷上了旅游和登山,经常和好朋友一起去到全国各地旅行。 她们夫妻俩就保持着各过各的这样的状态,持续了四年之久,萧萧和男友交往也有很多年了,决定要结婚。 萧萧的父母一再担心,不愿意让女儿嫁进这样的家庭里,但是萧萧很自信,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能够应付好未来的公公和婆婆。 没办法,父母也劝不住她,只能答应了这门婚事。 结婚当天,公公婆婆也是一副貌合神力的样子,但是婆婆很明显是很有教养的人,在外人面前还维持着和丈夫和睦的假象,公公显然就非常幼稚了,她也不管这是儿子的婚宴,对妻子爱答不理,一脸的不高兴。 萧萧越发地喜欢婆婆,觉得公公做人水平太差了。 婚后,萧萧也是主动和婆婆联络,婆媳的感情也越来越好,她是完完全全赞同婆婆的行为,对公公基本上也是不搭理的。 丈夫一开始没说什么,但是后来却埋怨萧萧,说她助长了婆婆的脾气。 萧萧说,婆婆受委屈这么多年了,你不是很心疼她吗?人家哪里脾气坏了? 她出去旅游,不在家里受气,对她身体好。 萧萧这时候也是忙着生孩子,搞事业,再加上公婆没在吵架,就没在这些事上多纠结。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萧萧和丈夫也人到中年,儿子大学刚毕业,正在忙着找工作。 而公公婆婆婆也六十多岁了,他们的AA制婚姻持续了三十年,也就是说,公婆分居,冷战了三十年。 就在这时公公先扛不住了,毕竟都是老年人了,她有三高,这一年又查出关心定,情况有点糟,在医院观察后进行保守治疗,这就需要人每天去医院伺候她。 萧萧和丈夫还在工作,不能每天请假,萧萧建议给公公请个护工,但是丈夫嫌贵。 丈夫打电话让她母亲回家来伺候父亲,然而母亲却拒绝了,她不仅不回家,还在朋友圈发了很多自己和友人在外旅游的照片。 丈夫看了之后非常生气,天天打电话逼着母亲回家。 萧萧看到这局面,也一点都不着急,索性干脆就不管了。 丈夫很着急,就让萧萧也帮忙去催催婆婆回家伺候公公。 萧萧拒绝了,她说,我支持婆婆不去伺候,如果是我我也不去。 不仅如此,萧萧还警告丈夫,别跟你爸学,别跟我耍心眼,不然咱俩现在就离婚。 听到这话丈夫黏了,给父亲请了个护工,再没去逼母亲回家。 其实,家务是不是不能公断,问题在于很多人不想分清是非对错。 夫妻之间为了彼此让步,付出是正常的,但是某些涉及原则问题的事,就上升到了是非对错的地步,这才是需要算账的内容。 就比如家暴,冷暴力等等。 而子女对待这种原则性问题的看法,通常也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家庭。 一,男人对待父母吵架的态度,也代表他对婚姻的态度,夫妻吵架谁对谁错,外人可能无法评判,但是子女却知道谁的问题更大。 吵架的原因且不论,哪方先动了手,先进行侮辱的言语攻击,只要子女在场,就能知道。 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他还能为着良心天向强势方,可以想象他自己对待婚姻的态度。 有些男性会无视母亲所承受的痛苦,站在施暴的父亲一边。 一种情况是出于畏惧,保护自己的心理而屈服于暴力,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他本身就瞧不起女性,鄙视弱者。 所以,公公婆婆闹不和也不一定是坏事,从男人对父母的态度,就能看出来他的三观。 如果他偏向于强势方,欺负弱势方,那么他自己对待婚姻也是一样的态度。 二,忍离不幸福的婚姻,停止无价值地付出在上述故事中,婆婆的行为非常洒脱,堪称女性楷模,而习的做法也非常正确。 很多女性在婚姻中一直不幸福,却选择一直付出,她们总是心甘情愿接受自己弱势的地位,希望男方能够大发慈悲,认可自己的付出。 弱者祈求强者的怜势,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。 尊严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,这也是现代女性一再强调女人要经济独立的原因,只有不受制于人,才有余地谈自由。 当丈夫对自己不好的时候,能离就离,离不了婚就想办法离她远点,追求自己喜欢的爱好。 女人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,兴趣爱好,就会发现没有糟糕丈夫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。 女人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,兴趣爱好。